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一期节目是关于我们一个hiking的节目 这一次我们走的是Skyline Ridge Open Space 我们先从马蹄湖 就是Horseshoe Lake出发 然后走半圈 然后开始上山 到山顶之后有一个池塘 它叫高砂堂 这个小池塘是可以转一圈的 转完一圈以后我们又开始下山 下山以后再回到马蹄湖 然后从马蹄湖 再从另外一座山到粒子园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活动的一些现场的美景 我们刚才不是这里来的吗 我们从这儿下来的 我们从这里下来的 对现在回去我们要从这边 不走回头路的 不走回头路 对 对 对 池塘回来之后上这个坡 然后要靠右手走 对 下面是那个池塘 对 上来之后往右手 自行车来了 你们小姐 来了个自行车 哇 给他们鼓掌 哈喽 哇 酷 哇 哇 哈喽 哇 太酷了 靠路边靠路边 要不他会比较害怕 哇 Great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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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 天气热的时候有响尾蛇 大家要小心 看 Foster 放松开始了 好美 还有我呢 你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就是我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往粒子园的路上去 路上我们又会遇到自行车队 因为这条路非常受洗3D车的人们的喜爱 好了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粒子园 这个粒子园今年跟往年有所不同 根据我们多年的了解的情况 它每年会比前一年的价格涨一块 去年是8块5 但是今年因为他们解释说贴气特别干 粒子特别少 人工也不少花 所以他们今年是比去年涨了两块钱 信用卡是10块5毛钱一磅 现金就是10块钱一磅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这个粒子园的情况 看看大家排队买的还是很多的 但是这个到粒子园的确粒子很少 那个凯文 那两个人找你呢 那你赶紧出去 找到啥了 好家伙 你应该爬到山坡上去 你看看 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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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没剪 没剪刀 我来检查你们的采摘成果 对 这边就是粒子园最高的这片山坡 对 往年的话在这边这一片就很多 今年太干了 粒子比较少 找半天也找不到一颗 不要说 这个什么 哎呦 这个头上 天啊 扎下来的一定啊 扎到它头上是可以的 扎下来的最好的 不要它小的 扎下来的留得好 今天这个栗子园的栗子呢 真的是特别少 因为贴气太干了 没有水 这个树结不出果实来 采摘完结束之后呢 我们由圆路返回 回到我们这个早晨出发的停车场 马蹄湖的这个旁边 这是捡栗子的丰收的队伍 你们的栗子都在哪儿呢 这不是理事在哪儿呢 这不是理事在哪儿呢 这就是 还有 哎呀 我不想这 很难的 哎呀 哎呀 把你拿过来剪 OK 挡你的脸 我把挡你的脸 没有挡 没有挡 OK 荔枝